朋友们好啊 继续和大家分享新版的十帅十说 昨天我们说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 靠着几行提纲 讲了三个多小时六千多字 那么林彪的讲话之后 他给这个会议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台下的七千干部 对林彪的讲话抱以什么样的反响呢 根本不是现在一些混账玩玩蛋们说的 所以林彪的讲话之后底下都愤怒了 说都这样了 都困难成这样了 这三年 你还在那无原则的替毛主席在那护短 然后说刘少奇的这个报告 说完之后下面这些干部们 多么振奋 一派胡言 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 大家我们脑子里头 但是真正的摸起了历史 你看一看历史之后 你才发现 啊 起码我们公运一点说 起码我们公运一点说六十年代的林彪 那个时候林彪 林彪那时候在党内在军中在中国呢 什么样的地位和威望啊 那不得了啊 毛林周朱 陈林彤 这七位里头 我估计都有都得有那么两三位 三四位的威望都不如林彪的 你更不用说常委之下 中国几亿人民了是不是啊 同时就这么高的地位和威望 但同时因为建国之后 近十年的时间里头 这林彪恪守本分 躲进小楼 养病为名 独来独往 不和任何人打交道 所以那时候林彪在党内的口碑也极好 他尽管是军队的主要负责人 但是他在党内的口碑也极好 那时候大家说起林总呢 没有人不说大拇指 没有人不佩服 所以七千人大会前期的时候 万马七音 一片唱衰声钟 中单局第一书记桃柱 空军四顶六二楼等等这些人 一干大员 纷纷出面 是敦请啊 是敦请德高望重的林总 出来说说话呀 以其通过林总的这个发声 力往狂乱 那么呢 林彪讲了 林彪的讲话最后呢 也确实起到了 波云建立往狂澜的作用 林彪的讲话上 全场七千干部 微之一震 事实上是什么反应 事实上是很多人 私下里面还是公开的账号 都说这林总的讲话太厉害了 太有水平了 你流大鼻子 鼻子再大你也够不着 是不是啊 这水平啊 说林总是在关键的时候 挺身而出 排除了干扰 使我们的党有了安全感 你这评价 这评价太高了吧 这评价 当然林总受之无愧 使我们的党有了安全感 那么在毛主席那 听了爱图 自己的爱图的这方高论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毛主席说林彪多活二十年 二十年实际上有马列主义 就这篇充满了辩证法的 和唯物论精神的这篇讲话 那让毛主席确实是高兴得不得了 所以毛主席当时就指示 马上把林彪的这个讲话 打印出来 然后给参加会议的七千干部 全发下去 不仅如此 拿到了林彪的讲话稿之后 毛主席又看了一遍之后 在上面高度的评价 写了这么一行 高度评价 这是一篇很好 很有分量的文章 看了令人大为高兴 发给全党干部学习 我党多年不见 如此有分量的文章 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你看毛主席对毛主席评价 毛主席文章 一代文章大价 你看毛主席什么时候 如此评价过其他人的文章 林彪啊 可能 是独享了毛主席 给予的这份殊荣 毛主席对林彪的讲话评价太高 要发给全党干部学习 我党多年不见如此有分量的文章 是多年不见 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不仅亲底批示 评价 还轻不自禁的问这个 这个总长 这秘书长这个卢瑞清 说拿着林彪的这个讲话 说这样的讲话 你讲得出来不 你能不能讲出来 老周日清弄得称谎称谷 罗长子说 哎呦 林总的水平我们怎么比得了啊 是不是 我们怎么讲得出来啊 我跟着他几十年了 我追了他几十年了 他鞋都跑丢了 我也没撵上他 我也撵不上他呀 是不是 毛主席语重心长 跟罗瑞清说 讲不出来就得学呀 要向林彪同志学习呀 这才是林彪这篇讲话 在党内带来的巨大的影响 你看看毛主席 发自肺腑的提示 和跟罗瑞清的这番话 以毛主席的自信 贴大的困难 他也不需要有一个林彪 或者任谁一个人 给自己出来抬轿子 毛主席 整个六十年代 就林彪的欣赏 直到文化大命发动之后 林彪成了副统帅 唯一的副主席 成了接班人 这是有处处的 这不仅仅是 因为林彪是军队的领导人 然后毛主席要搞文革 需要军队保家护航 所以把他捧得那么高 不仅仅如此 有这个因素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林彪 有马列注意 那么回到林彪的讲话上 林彪在西山大会 对毛主席这个维护 他讲话中 有对毛主席维护的 这样的篇幅 那么林彪对毛主席的 这份维护 跟毛主席 后来表扬 他的讲话一样 一样是发自肺腑的 几十年如一日 坚决拥护 维护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尤其是在历史的 关键时刻 林彪一贯是挺身人处 旗帜鲜明的 历史上从来如此 那么毛主席对林彪的 讲话的肯定 也是发自肺腑 那确实是有水平 有高度 有独立见解 和独到的临时的思想 而当时的七七人大会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 当时的刚刚要走出困难看 困难刚刚见底 刚刚要 走向恢复期的中国 太需要林彪的这样的一篇讲话 所以说林彪这篇讲话里 怎么吹捧毛主席 因为毛主席忽短 这完全是一派侯爷 你说毛主席这方面吹捧毛主席 又肉马 说对毛主席歌功颂的 那你当时那些会场上 你其他人的表现 一听林彪这讲话 我相信所有人都为之一阵 你包括什么刘周珠 什么陈邓 刘少奇不就是 林彪这篇讲完话以后 作为会议的主持人 刘少奇立马就开始复合了 一看这林总 这林彪他讲的不得了 真是超过我了 赶紧表态 他说什么 他说毛泽东同志对于建设问题 也正如革命问题一样 总是看得最深最远 他最善于分析和总结群众的经验 细心的剔除那些错误的东西 爱护和发扬那些正确的东西 我们许多同志 包括中央的许多同志 由于没有经常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 没有经常注意研究实际 甚至由于固守着某些不正确的想法 因而不容易领会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也就不能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中得到教义 这就是刘少奇在会上 复合林彪的讲话说的这一番 当然了 他还是说我们的许多同志 包括中央的许多同志 我真想说你能不能说说你自己 王家的老姑爷 还有邓小平 邓小平在会上做了两次检讨 那么接着在大会发言中 邓小平说什么 邓小平说我们有好的指导思想 好的领导 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 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才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 并且继续胜利的前进者 党的优良传统受到削弱的原因 首先就是我们不少同志 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 体会不够 这是邓小平在会上 关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 这一番说辞 我们想问一问邓小平 你说这段话的时候 那个毛泽东思想 你这段话里的毛泽东思想 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吗 我们中国人民的儿子 那你说说林彪的这番话是对毛主席肉麻似的吹捧 那你说邓小平的这番话 你说刘少奇的这番话 是不是也是肉麻似的吹捧 更有几十年如一日 对毛主席秉持这种认识的周恩来 会上 七千年大会上周恩来和林彪的讲话如出一轴 周恩来总说 三面红旗经过实践的考验证明是正确的 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 今后将会更加证明三面红旗的正确与光辉 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虽然严重 但是它是属于执行中的具体政策和具体工作的问题 不是三面红旗本身的问题 缺点和错误恰恰是由于违反了总路线所确定的正确方针 违反了毛主席的许多宝贵的合乎实际 而又有远见的意见才发生的 所以后来周恩来不是跟播一播有过推行制服那番话吗 说一播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 你可以表示弃权 但不要轻易的表示反对 在历史上有好几次 我曾经又认为主席的决策是不对 表示反对 但过了一段时间证明呢 毛主席的决策就是对了 以后我就谨慎了 就不轻易的表示反对了 但是后来又有一次 我确信毛主席肯定是错 我坚决的表示反对 但是以后的实践却又证明 毛主席依旧是对的 所以说一播呀 对毛主席的意见和决策 你可以保持保留的态度 但不要轻易的反对 那你说 你包括周恩来的 你包括邓 包括刘 我们要承认这些人都是一代人杰 你说能让这些人服帖帖的 就自说出这般话 你说仅仅说他歌功颂德 你能说得过去吗 你能说得通吗 还不服 你让别人以鹦鹉学舍 发自吹夫的歌颂歌颂你 比如说 让别人发自吹夫的歌颂歌颂 邓啊 刘啊 什么这些人 省得自己家儿女 亲自操刀 我的父亲邓小平 那是他们家闺女自己在那传的 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 是刘少奇的老婆孩子们 何在一起弄的 梦回万里 魏皇宝华 他是没当过兵的刘上将 而啊 落魄了以后 梦中的一语 这些个歌功颂德 不算 因为他们不是人民的心声 所以历史的看 公允地说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 非但不是过 而是为中共立了一大功 正是因为林彪的这一篇强有力的讲话 振奋了大家的精神 保证了大会的正确的方向 对于当时统一全党的思想 起到了极其大的作用 这是林彪的大功 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